Quizzo Taac hello,大家好,又是Ed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 saved to spiov 欢迎回到乱我的频道 欢迎回到POV四家系列啦 今天下午2点钟 我平常试驾都是在早上的对不对 但是今天非常不一样 今天像我老还都是要来拍 Tesla Model 3 本集视频是非常感谢车主 Justin 特地从新加坡驾他的车来到这边给我试驾的 在我频道里面试驾电动车很少 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与BYDR3相处了大概一个礼拜的心得 通常都在试驾汽油车啦 这次就试驾一个全电动车 刚刚充满电来到这儿 等下就会把它开上运程了 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时间 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 记得按下订阅 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 你们再给及时收获通知啦 话不多说 Let's go Tesla Model 3在新加坡其实是有卖新车的 可以讲是两个款式啦 一个是Duo Motor 一个是新加坡 所以这辆车是新加坡的也就是说它是后驱车 那如果是Duo Motor呢是前后都有一个马达 零到130.3秒 这个零到160.1秒 它是有一个App来控制这辆车你可以远程控制呢 开冷气啊 Start车啦 打开很多东西啊 门啊比如说这个Boot啊 都可以这个是它的车钥匙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来解锁 之外也是可以用这个的 看到吧 最近呢Tesla就更新了它的App啦 很多冬天国家因为结冰啊 这个是开不到的 所以它只可以用手机按一下呢 那个车门就可以打开了啦 必须要车主的手机啦 听说Tesla的组装也不是说很好很好 有些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些瑕疵 也听说中国组装的电动车来的会更好 就好像这种地方了 我所谓的这里小这里大个洞 如果你真心去看的话 某些地方会看出一些小瑕疵啦 电动座椅有皮革包覆 这个座椅是软软的非常舒服 对我来说做长途的话 是OK的 车主也改了那个PIDAL HELO MINIUM是ON AND OFF 这辆车我其实也不懂要讲什么啦 太多功能了在这个主机 我觉得你们要看什么的话 在YouTube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调整很多很多 比如说Auto Pilot啦 Safety System啦 Side Mirror都是在这边控制哦 都是用这两个Button 还可以玩游戏 OK 这电动尾门 有543公升左右吧 没有SPEAR TIR 按下这个Button 就是它的充电 我可以用电话了吗 OK 所以我关的时候呢 关它是自己可以关 不然我也是可以自己关 OK 轮圈呢它其实是一个盖来的啦 它是车主已经换上来一个 别的盖 盖上去锁上去一个NUT的 然后它是用这EV的PILOT SPORT4 尺寸呢 235 45 R18 前后都是一样的尺寸 这样车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它就是车主说它的门啊 是比较难关的 因为它是没有那种Soft Close啦 你不需要非常大力的啊 有Frameless无边框的窗 你看那个车的上面 按 然后那边 GIRF BOX 看到吗 这边 中间 不然你也是可以用Voice Command啦 很多东西要通过这个主机按 只会什么才可以做到这么简洁 这个椅子也是电动座椅的 打开关门都是用这个Button来打开的 你可以坐在里面先 可不可以很热 我们来做一下后座方面啊 我身高173 前面已经调整了我的驾驶座位啦 这里双方的座椅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然后大概一个圈头两个手指 头顶上大概一个拳头左右 可以看到上面这里都是一大片玻璃哦 除了这边有个feeler啦 某个情况你的tinter要放到很黑 要不然我觉得会 灯好像很热 但是 看起来是非常的酷啊 有没有 这里有这个灯 可以打开 然后有一些 挂钩哦 可以打 可以挂点衣服 后面的话完全是没有什么压迫感 我觉得这个视野非常的好 椅子的宽度 虽然它不会很宽 就会让你的视野角度啊 看得很宽 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后面就有两个Type-C的接口 没有的调整后座冷气 前面的Hood 你可以在这边开 你可以用App开 你可以打开一下吗 我去看看 哦 这边打开 OK 你看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啊 这里有一个camera 左右都有啊 这里有这个camera 可以在远程操控的时候 看你的车状况是怎样 有没有人经过你的车 破坏你的车都可以看 驾驶的时候 都会有那个autobilot那些都可以用 等下我示范给大家看 前面的盖就没有Electronic 车主就放了一些洗车的工具啊 可以放很多东西这样车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试驾吧 圆圆壮壮 因为在新加坡改车 的话 不是不可以 是 Tesla呢 它就会 很严格 什么都是warranty 因为它都是走电板哦 都是通过这个主机 像你出来 你看Easy Entry哦 你踩brake 哦 Justin 那就有两个手机都可以 Wireless charge 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 哇 Fast wireless charging 耶 这样就是一个 怀胆根本是一样的 RGT 然后直接 踩油 什么神明这样子的 他们那个 Lori 哦吼吼 吓 吓到我一下 Justin呢就 换了这个 那个Mode 它叫one paddle mode 所以基本上我的油哦 油门是 松开跟踩罢了 我一松开油门之后 它就好像有东西在刹车这样 所以那个我很少会用到那个brake paddle 会用到 所以 这辆车其实很安静耶 它架起来要很扎实 哇这个方向盘 打一圈罢了就完了 这个Signal也是很棒 它就好像BMW那种 你拨下来 它就会回来原位的 可是你拨完了之后呢 如果 跟着你方向盘 转完了之后 它就会回来原位 然后 你在highway的时候 可能你要切换车道的时候 点一下 你切换完毕之后呢 它就会 回去原本的这个 设置了 就是没有在开Signal 我觉得 这种很棒 很聪明的设计 那基本上 我是没有在踩brake 它就会自动慢下来了 这样车是因为它没有什么 Speedometer 什么RPM meter 所以你们就看这里就好了 OK 我又不用放cam了 那我只是大概30%的油门 它有一个E的Signal 是给你好像 知道你在 它moto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 踩trotter 比较大力啊 它就会有 等下如果你launch啊 你会听到它的声音比较大声 哦我以为是它的唱机特定的 哦没有是它moto的声音来的 Alright 那我想问一下Justine 然后你 以前是驾AXC60啊 Vovo 对 然后一个2.0Turbo是吗 Turbo and supercharged yes 为什么你会一下子会换这个Tesla Main reason就是 那个很自由 所以我average about 7-8km per liter 哇在新加坡也 对而且那个我只打9-8km 我上次 因为那辆车我own的时候 新加坡有 特别的贵 我认为是最贵了 3.8km 一个L OK 嗯 so 就想换EV try一下咯 所以EV的话你这个打满那个电啊 它可以走多少km 在你的这个Usage来讲 呃full charge 我 should be able to get 350km No problem Electric Car跟 Normal Road Car不同 Normal ICE Car不同 Normal ICE Car是你在Expressway 它是比较省油 对 可是EV是倒反 你越走越快它就越的越吃 对 EV车在塞车的时候特别好用 啊对因为它可以rejet嘛 对对 然后就是它很久很久才掉1%的那个点 所以之前我也是有跟BYDE的 Auto3相处了几天啊 然后那个video你们还没去看的话 可以点击个上角去看我 架了EV车 从一个Betro车的话 架了一个EV车那种心得 可是我有一个不好的心态就是 哦那个Betro少过50% 我就很怕了 就好像 这样好像每天我回到家晚上啊 那个手机需要充电这样子的意思咯 我就会去充 充它之后再回家 可是 当 Justin 架了这么久之后啊 剩下10%他也不care 因为反正 You know 新加坡从East到West那边都 应该也不需要30分钟 这样如果不塞车的话 然后这个 这个支持快充哦 刚刚我们在Express那边 我觉得在我家附近里面是最便宜的 它是算 KWH来 来看你充多少的 然后 也充满了的 然后我们走了大概有 10km左右啦 又有点塞车 又踩一下 现在93% OK然后这辆车有一个 autopilot system 它必须要把这个怀挡啊 爬两下 所以你看我的 手是不用 放在方向盘上面 油也不用踩 脚也不用踩 brake也不用踩 现在是set到90kmh 比如说你要加速的话呢 就要用这个knock来推上去哦 推越快的话呢 它就是 会5km 5km 这样子夹 可是你的手还是要放在上面啦 要不然它会响是不是 啊对 它每次 几秒 15 second 它就会叫你放你的手在上面 哦明白 这个color colorful也是你改的啦 呃是一个option on the display啦 你可以放啦 如果你不要放也是可以不用放的啦 这个东西可以玩哦 玩游戏啊 然后这辆车其实它的隔音是蛮不错的 你可以听到一点少少的胎噪 一点点也不是讲很多 然后它的风声那些管理的我觉得很OK 可是这样子的tot speed需要多快咧 你有在Malaysia Highway Test吗 我没有 因为我吃太多点了 on paper很像是225 就cut了的其实都是收费控制的 如果以后有人做remember的话 250应该都没有问题 这个map是跑Google map的 所以在新加坡在Malaysia也是可以 可以用 可是因为Tesla没有正式在Malaysia这边 这售卖嘛 所以它的map可能有一点点跑 着嘟这样子 可是 至少哪里骰车我的事还可以看 它的自动驾驶模式其实有分enhanced edition的 是不是 要给钱 有enhanced跟full self-driving enhanced是它会帮你变道 你navigate 你放你的destination on the map 它就会帮你来 要到exit的时候它会帮你变道 这样哦 full self-driving currently only in US才有 so everywhere else full self-driving跟enhanced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啦 可是在新加坡的话要给钱吗 也是 要给钱 多少钱啊 enhanced新加坡很像是5800 哦 then full self-driving就是11000多 对很像两倍啦 还有在 如果我手出力的话呢 它就会 you know 像如果手不要动steering它会帮我换 哦如果他帮你换链链了 我要换enhanced 要换链 你一换链了你再打两次它就autostale again 就这样 所以这辆车的roadway drive的话是卖着大概100千 sing dollar左右啦 你加多一个50千就可以打到front front也是有moto 所以多么多的话 80-100可以3.3秒 真的是非常的快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很够用了 很多人买二手的话 这个同一个价钱我到底要买多么多了还是要买新的摩托 但是 你再看回新加坡的话 因为它Rotex是跟着它的那个hors power来计算 哇这样子 你买多么多的话你不是要还多少 多少星dollar了啊 5000多块一年 对这个2000多 这个2000多 2000出 哇很贵哦2000多 再加买保险的话你不是大概5000块 真的是很够你 那马来西亚暂时呢这种Rotex还是免费的 for EV车 有时候这个车好像要出来出来的时候 Tesla就会 brake下来了 有摩托还是什么它也会刹车 所以 我们的脚还是要放在油门底下 In case它会 一下子 慢下来 如果这些车要进来的话 不同会被一下子brake 哈哈哈 所以这个自动驾驶模式是挺好玩的 可是就 某个情况你还是觉得我们人家车会比较intelligent一点 会比较反应快 这种 System做出来的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 这个Tesla呢在新加坡呢 它每一年都有做一些小小的更改 你可能外表看不出来啦 比如说 Justin有告诉我 它这个主机 在2021年是吧 以前是Intel的chip 对 现在2022年的model它就会用 AMD Ryzen 所以它整个系统会变快了啦 对 车就会 倒下马力了 以前是320匹 这样是280匹 OK 其实为什么它倒下来了那个马力 我也是不是很清楚了 可是 It's good for新加坡啦 因为我们Rotex by horsepower嘛 对 So它320到280 我们省Rotex 讲讲 不会省多少 280匹跟320匹 280匹现在很像是2100 320匹很像是 2900匹吧 我们是3000块 这个ACC 这个autopilot 我要关掉的话呢 就是推上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meter叻 当它是青色的时候呢 它是regenerate 我踩油的话就会上 这个是所谓的rpm 就这样啦 所以one paddle mode你必须要驾习惯 因为它的油门 一放开了之后 它就好像很刹车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驾车的话 习惯采放采放油门的话 这个不是很好 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驾这种车的话 会training让你 习惯那个油门是顺顺的踩 顺顺的棒 那这个方向板子是蛮 sensitive 真的是 可以讲我驾这样多车里面 它是算是one of the 最sensitive 这个saring 因为 你看我摆动一点点罢了 这种小弯 staring 就是它是几乎都是直的 就摆那一点点 所以你看我刚刚parking的时候呢 我打一圈已经打完了 EV车打造了底板的话 你会感觉到 整个底板都是很重 在下面这边 然后很扎实的 没有什么king e-counter的事情 而且重心也是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我们的 下这种 稍微有一点弯道的地方的时候呢 车的这个车情也不会很大 以后啊我们 出去gathering的时候啊 我们坐下来聊天 应该都是聊 诶 Justin 你要做个 update 是不是 对 你有没有做remap 这个车的caliber前面是 我看不到因为你那个盖 前面是4 port Tesla Prembo Prembo 对 4 port 后面也是this 对 One panel mode就是我会松开油吗 你看它几乎就是那个speed就停下来了 它可以直接完全停下来的 感觉到好像有retard这样的 你现在会小车 哦呼呼 哦呼呼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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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很快耶 真的很快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overdrive一些车的时候 我们很有那个信心耶 直接这样子去 你会听到有一点点的那个外面的风声 可是我又听到一些Lorry的声音 你讲它的那个隔音很好 其实它不是最好的那个 你不可以拿E-Class 它比E-Class书少少 大概是C-Class的那种等级罢了 其实我很喜欢Tesla一个设计就是它的中控很简洁 所以它没有什么太多fancyfancy的东西 连那个冷气出风口它都是一条线 然后你在里面是可以control它到底是哪里出风 是 它怎样出 这边木纹 真的木纹的不是plastic的 For standard 就有normal跟chill mode chill就是like eco mode啦 如果你是performance它就有track mode Oh for那个duo motor 所以track mode你可以 你可以调你要多少percent of power前面和后面 所以你可以弄它totally rear wheel drive or totally front wheel drive 哇这个真的是interesting哦 可以drift咯那样子 去的是假 很像eco这样咯 诶 那个油门就没有这样敏感咯 alright standard 就 我一踩多一点它就直接去了 所以它这个steering是有confort standard还有sport confort是很轻的steering 我有一点不是很习惯啊 有点轻 然后sport的话呢 哇 哇 它的sport 很像那个type r fk8的那种 plus r咧 诶 真的很像咧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 我还是没有用过sport咧 它是很sensitive的一个steering 我白一点点就动了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那个音响怎么样 ok 它speaker 真的很好 它speaker 真的很好 我没有话说 真的 是很棒 very good 这边多一点 踩油门 直接踩那个反应就来 这个就是电车的一个优势咯 我直接踩 然后它的那个动力马上来 不用等降当啊 不用等那个 温度 kick in 啊 VTEC kick in 啊 VVDI 啊 什么都不用 一个single motor 我都觉得很好叫哦 真的 它的重量也不轻诶 大概也要1800公斤哦 对 这个椅子哦 我觉得 它如果能够再长一点 会更舒服 缺点它是比较短 可是它是很软的 我们坐后去新加坡回来 我觉得是ok啦 前面原来fc bar啊 不是fk bar啊 一踩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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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哈哈哈 不用踩到完的 你就是踩多一点点 那个力就 geforce又来了 很爽一下 哈哈哈 Alright 好吧 那 这个影片part 1就到这里啦 啊 我不悟 哈哈哈 我们下一个影片part 2 冲山鱼小再见 非常感谢Justin 嗯 他很灵仔啦 所以他不要露脸给你们看 哈哈哈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因为很热啊 我不要下去了啦 好啦各位哈 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 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的POV再见啦 掰掰